广播连续剧《水浒》第四十二集 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 编剧 丁霜 饶金发 乙福海 音乐音响效果 玉泉杰 贾琪 关英 唱记 王雪薇 剧物 王淑萍 江萍 录音合成 宋铁民 魏凤华 郭玉芝 主题歌作词 陈汉源 主题歌作曲 傅林 演唱 豪杰 赵金 监制 张克忠 丛林 顾问 常树亭 李克勤 郭继 总监制 陈凤辉 导演 郭迎龙 王波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啊 那是在百姓流的雪和泪 人有骨头 龙有金啊 总是有脸 数有皮 男子们 春水大气 下温关 马火的 刀发 吹啊 洋流 再跟着 老天 整个 高地 主人 你便回去 也只是个死 莫不如先去梁山 待日后再做他徒 这 主人 莫再迟迷 快与我走吧 也罢 莫不如先去 我居在此 不如来休息 梁大人果真是神机妙算 及先锋所操 在此恭候多时了 卢志一 真凭俱在 你还有何说 来人 扒 给我拿下 是 扒上 与我速度解惠声中 听听梁大人发落 报 财亲禀报站住哥哥 将 罗远外兵验清 中途逃脱为救 已被抓回 杨祖书开天审礼 定于四日后 五十三刻 将其开刀问斩 这 远外 远外 前凡相请 为救 你执意回城 今犯竟遭此毒手 都是宋江害了你呀 哥哥 休要被杀 还是商议大救之策要紧 来人 是 调集全寨人马 兵发北京 便是舍了我等性命 也要救出人外 放进 慢 哥哥 我一寨之主 不可轻动 那北京城 又不似驻扎庄 设重兵守护 此去 必大动干戈 回我弟兄姓命是小 坏了 圆外 姓命是大 哥哥 绝不可强攻 那么 以军事之言 可如何打救 哥哥 小弟一位 我等与北京相救 此乃 二户相争 梁忠书 定于四日后 开刀问斩 定时带京师援兵到来 我等若贸然前去 必受前后下击 挣住了千计 真是所言极实 哥哥 后日正逢北京城内 照例极事 我等可派若干精壮将领 化妆前去 一座内影 再兵分两路 一路围城讨战 一路暗幅中途 一度东京之师 待城内活起为好 我等即刻夺路攻城 如此 方可夺其前两 并解救援万 此计甚好 我等 一计而行 哥哥不可轻动 小弟愿带哥哥前往 这 怎么 哥哥信不过我 不不 我只是 有劳贤弟了 各家百姓听真 今有梁山贼寇 兵为北京 所到之处 生灵涂炭 变遭剑弩 周府有令 城内各户 夜时需 门户紧闭 不可随意行游 但有为者 即为通匪 扼杀勿论 各位哥哥 使签 使签 此时将近 我等兄弟已再次等候多时 你却要去哪里消遣 快说 你这次门口的酒气 我等约好入夜时来此会合 如今君师哥哥早已在城外等候 王英 孙兴 张青 并顾大嫂 孙二娘 胡三娘 以探氏为名 早已潜入牢中 只待我等点火为号 变形皆牢 可你 却尽有贤心去饮酒自在 莫是要扫我五二一段好打 二郎哥哥 且莫动手 君力如山 小弟怎敢怠慢 小弟实才是潜入将帅府中 道德将令一支 以此为凭 可在城中任性无阻 顺便偷了几口酒 哥哥们可执此将令 化妆成送饭的兵士 转开城门 小弟这便潜到寸云楼 燃火为号 可好 好 小弟的勾当 也算是派上了用场 哥哥 我等回见 十千去也 这位兄弟久等 小弟有事情纠缠来迟离谱 这是我兄弟的菜符 这便是劳门的药室 多谢他家兄弟相助 我等早已等的收养 好 好 好 虽然都激活了 这 两三弟把你杀入城门 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强强好汉 全国在此 谁敢冒动 赶一样的狗头 来 赶一样 让你砍 启离军师 两种书役干人等弃乘而逃 不必追赶 遵命 军师 吴军师 行 军师的人马已被撒家等杀了个痛快 生擒了 官乘所操 撒家 只等军师一句话 被一刀杆了他 不可鲁马 志陈师傅 带我好言相劝 一定带我山寨 这 冲 撒家听你的 谢真谢宝 小敌战 可见到铁牛兄弟 军师行干 那便是铁牛杀得正欢的 快 传我的话 各个林行之有言 不可滥杀无辜 好 让你吃黑爷一斧 再吃黑爷一斧 军师 军师无用 使师谦火烧了翠云楼 智取了大名府 救出了玉麒麟 卢俊逸 消息传到山寨 袭杀了头领宋江 天色威名 宋江便汇集起全寨兵马 出寨门三里之外 列队相迎 宋江便汇集起全寨 请和卢源外哀然无恙 军事大志大勇 马到功成 领诵将钦佩之志 哥哥过家 小可不才 还仰仗哥哥齐天红福 哥哥 卢源外平安归来 前党小弟向哥哥交纳将令 小可宋江 专此恭候圆外 宋头领 圆外 不才卢俊一 多谢头领救命之恩 天玄地青 莫持不忘 圆外安然归来 便是宋江的福分啊 我等忠义堂相聚 宋头领请 圆外 请 众位好汉 请 请 圆外请上座 头领请坐 众位兄弟 坐 众位兄弟 我等今日 同聚在中义堂上 全阳上兄长朝天王 在天之灵 宋江临危授命之计 所以将这巨义厅更名为中义堂 便是要我等山寨 永济恩兄的教诲 永济 忠义二字 众位弟兄 忠贞义胆 甘 甘与日月同徽 小可不彩 今日特为众位兄弟敬酒一杯 以示 切尘 切尘 众位弟兄 同隐 此酒 停 请 中尉弟兄 我等英雄 我等英雄俱义 乃替天行道 伟业监气 非英雄盖世 不可作此山寨独尊 小可松江 思之再三 其德 其才 作福将尚可 作债主 则万安圣任 当今英雄 非欲其临仇二 为山寨永久基业 为弟兄们日后虔诚 小可愿力宠卢俊义 为山寨之尊 还望众位弟兄 成全 这 宋朝礼 你 此意 万万不可 这 嫌我鲁毛是何等之人 敢为这山寨 知诸 若能与头领 执天对等 收为一族 得报救命之恩 便是万幸 焉可存此奢望啊 人外 你 头领开恩 莫再说此话 不可 万万不可 这 总委兄弟 哥哥 你说了什么鸟话 哥哥的德行 谁人不知 万说是做这小小的山寨之主 便是这大宋的皇帝 也做的 何必要让来让去 你 哥哥 休要烦恼 以二郎的着剑 铁牛兄弟的话 尽在你上 哥哥 你得此高位不做 便要让来让去 让兄弟们的心肠都冷了 是啊 哥哥 这是大宋之位 谁人不知 哥哥 你只管安坐 有我们弟兄相衬 你怕的什么 就是啊 哥哥 你若让别人做了债主 铁牛就先一扶砍了他 住口 你等 晓得什么 就有诺言 兄长 小弟在弱大个北京城 曾多得风流 从未对谁 敬着 只是为一世豪杰 可今日面对兄长 却自愧 难当 若兄长再苦苦相让 道教卢某 再次难以安身了 兄长 这 哥哥 众兄弟之意 哥哥不可强违 哥哥为山寨日后着想 兄弟们自当心底 然而 依小弟之见 此事尚需从长计议 但原外日后攻城 再让位不迟啊 刀 禀报载主 头领段庆祝自身外进来 有急事求见 哦 段庆祝现在何处 正在堂外等候 换他进来 啊 小人段庆祝 最败宋寨主 你 段庆祝 本头领让你等去北地买马 你怎这般模样归来 嗯 杨林实用何在 你等买的马匹何在 回名寨主 小人前翻封 债主之命 与杨林实用二位兄弟 前往北地 曾买得好马两百匹 可谁知 回到青州地面 却遇到增头市杀出的二百多强人 将马匹尽数夺去 我当曾奋力骗上 奋爱 人端力薄 石永和杨林 已不知去向 这 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才夺得一条性命 特敢来 向头领 谢罪 既如此 情有可原 曾投市 前者夺我一匹骏马 害我天王性命 仅有如此无力 没人 要 哥哥 让铁牛前去 杀他个鸡犬不了 哥哥 给我一千人马 小弟叮了他 不是曾投市 哥哥 布财林冲 愿听哥哥调解 头领 鲁毛布财 尚村功未得 此番新兵 鲁毛愿打逃阵 为我等山寨 造仇学恨 哥哥 我等兄弟 军天哥一言八道 好 众位兄弟 行李 哥哥 嗯 军师 有何告解 哥哥 前番新兵 我等师于弟力 此番新兵 也不可强攻 这 军师 言之有理 哦 军师 如何智取 还望指教 于今 自前番新兵 已隔数月 那 史文公 虽然诡计多段 然自是 养息日久 又曾立 错过我等 势必 居傲 而轻敌 此番新兵 我等 可以重兵 将其团团围坐 再与曾头市 北门 排之人马 从早至晚 轮番教阵 并洋装败北 一晚 可就地 安宁扎寨 那曾头市 以北 多是平地 可进 可退 史文公 急于求胜 当晚 必来 稀网 营地 我等 可与北路 两侧 来附重兵 一代史文公 率兵袭来 便可断其退路 并令 东西南 三路 重兵 同时攻城 如此 曾头市 必败无疑 好计啊 军师 好计啊 遍按军师的计谋 兵发 曾头市 众位兄弟 报仇许恨 只欲可待 天王哥哥 生前有言 捉得史文公者 便是山寨之主 王中尾 王中尾 帽似向前 不负天王 好吧 天牛 天牛 为何闷闷不乐 哼 按正生 宋哥哥的鸟气 这山寨之主 这山寨之主 天帝还须提亮 还须提亮 军师 以仁和为最重 只要我等合理而为之 便是那宋哥哥也奈何不得 嗯 军师说的是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啊 那是咱百姓流的血和泪 人有骨头 龙有骨筋 那装饰有脸书有品 孩子们 车去大气 沙文官 八华地 刀发 吹牙牙柳 战战的老天 整个高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 广播连续剧《水浒》第四十二集 剧中人燕青由龚喜军扮演 卢俊逸由刘玉斌扮演 宋江由王波扮演 吴用 由李山扮演 武松由陈迪扮演 李逵由胡战利扮演 断景柱由李永国扮演 鲁智深由邵德兴扮演 解说 王波 参加演播的还有杨文秀 王大伟 陈延昌 王毅 宋德斌 田苗等 由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中外合资 哈尔滨万龙国际药研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阿和儒品厂 哈尔滨铁道建筑安装总公司 联合录制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